前不久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表示 不能指望新冠病毒会像流感病毒一样在夏天自行消失 3月9日 中心社记者电话采访流行病学专家曾光 他表示 无论是17年前的SARS还是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 它们的消失都是依靠防控 而不是气候 曾光指出 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是否会受到气候影响 目前还未知 实验发现 有的呼吸道病毒传染性确实会受到气温影响 比如流感病毒做那动物实验的时候就这样 比如15度和25度温度的时候就不一样 15度的时候那动物的话 它的排毒排得多 到25度排毒就省了 那是对流感病毒以后有这样的 对新冠病毒我们还了解得很少 然而 曾光强调 即使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一样会受气温影响 也不意味着防疫工作可以随着气温上升而掉以轻心 夏天的时候呢 北半球可能是相对来说就是减弱一些 但是南半球开始流行大了 等到的话 它俩正好相反 所以这病毒的话就是因为人类的话总是南北的话 南北这个人员来往啊 非常密切 即使在北半球 是吧 到底能不能持续存在 是吧 也跟我北半球跟人们防控有关系 是吧 因为即使在夏天 人类的话在室内的温度 一年四季是差不多的 冬天比如说有暖气 夏天它有空调 那室内是不是完全能够消除呢 是吧 根据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 还不能乐观 曾光认为 无论是当前对抗疫情所取得的成绩 还是17年前SARS时期成功控制疫情 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力的防控措施 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大 在北京我们是最后一个主战场 是围堵的胜利 到4月28号的天气相当逼都暖和了 那时候正好是北京流行的最高峰啊 是吧 那SARS啊 是它5月27号它就控制了嘛 是吧 防治策略队了 它不可能就这么短短时间 那三个星期的时间的气候都干嘛了 现在有些国家为什么它起来了 是吧 那都是跟中国在同意的话 米独线上的国家 主要还是干嘛的 中国就是米独的 同样的气候 怕是再会把中国家缩小 就算了 一会儿就会把中国家缩小时的气候 还可以把中国家缩小时的气候